大家好,一年一度的書展又來了 今年的新書除了有 憶吻的敢有高人動地哀 還有台長梁錦祥的香港之死 以及李怡先生的 世道人生之香港目的 天險,報應,自作業 最後還有萬眾期待的 憶吻動篤圈2019 我說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 的高清現場錄影USB 而我們的攤位就是 Hawk 1 1B A40 到時見吧 又回到星期五的玩樂高地 今集就祝台長說一下 其實時事和創作是否息息相關 第一問一下你 你為何不看電影 不看電影 心情不好 因為今天過了很多禮拜 我在本人的Facebook上 留了很多評論 其實我從來都不在Facebook上 說真的,泥漿摔割 因為我覺得有些 其實大家的立場不同 爭培都沒有用 這個你跟不同意的題目 你看我已經知道了 你見有多少說 我想問你到底有沒有用Facebook 我有 其實我不來張摔割 但今次張超雄 難民之福就說了那些什麼 即是他提了一條私人座 我覺得無聊 你現在去提那個情況 即是我現在去一個朋友的喪禮 其實很不開心 你真的跟我說 那些遊樂場怎麼好玩 好玩 大哥不適合的 對嗎 即是情況好像我現在在高級餐廳 喝羅宋湯 有隻烏鷹在裡面 那些明不明好 所以今天個人這麼累 就是因為天天在Facebook上 真的要跟這班人討論 又不要說吵 因為我也覺得是辯論出邏輯 各客聽得明不明 就我不知道 所以就比較累 那你問我一條問題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台長 你有本新書 就叫做《香港之死》 你摸錯了 這本沒問題 是《香港之死》 我又想問 會不會有些大吉利是 我怎麼買這本書 為何你不覺得這本書名叫做 《欲火重生》 《置諸死地而後生》 或者像Tom Hanks那裡 《劫口重生》 行不行嗎 是 很簡單 首先你第一個問題 就是本書期是很好的 因為我這一兩天 我從書店回來 銷路比我如期好 所以那個書名本身 應該不是構成太大的問題 至於《香港之死》 我想很坦白說 我不知道你身邊的圈子人 有甚麼反應 但最近我認識的人 很多都有類似的感覺 其實很多都在考慮疑問 你不是 因為你已經有足夠的保護措施 對於那些比較旁安的人 這種感覺是他們拿到的 你只要是買不買一本書 我想其實就 我自己不是太擔心 因為很多來買一本書的人 裡面的文章他們都看過 除了那個聚 那個聚我就為這本書寫 還沒有上過網 那裡有新的東西 我想他們買的原因 都是因為他們支持 或者是看我的節目 所以我就不是擔心這個問題 第三個就是 大家例如想 有時候你去做書名 如果你太過普通的話 很多時候你不能夠吸到眼球 小弟對這本書的一個小批評 你不斷於在右下角 突然豁闊重生 哇大哥 恨色 去到 是呀 其實我覺得都是事實陳述 是呀 回到節目 其實最近這些時候 你叫我真的說 這會不會有好玩 我覺得不是這樣對 所以不如竹台長說一下 其實創作和時事本來 息息相關 題兩題都沒有什麼所謂 我想這個大的原則 大家都不會怎麼反對 問題就是你那個表達的手法 有人反對呀 政治上路 有一張照片可以 麻煩 可不可以在後面 暫時OK 其實這張照片 上個星期都說過 上個星期就 有一個Lego愛好者 就設計了這個Linlan Wall 就放了在一個香港最大的Lego群組 其實四百多個Like其實都很多的 有讚就是有彈 彈就是都是那些 做什麼要說這些 玩Lego好好的什麼都可以 即是你只都是那些 台長我想問一下 沒有什麼問題 首先我不是政治上路 我覺得漂亮不漂亮 我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就真的做得很漂亮 OK OK 我覺得在這些時候 在這個表達下一些東西 都不是很過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很簡單 譬如說 你不喜歡 你可以選擇不看的 你可以選擇不理的 那你有禮珠如 那你有實際上後面 那個真正要說的就是 不想你做這些東西 是 那這個我就覺得 就過分了一點 是 因為有些東西 喂我走出 很多東西我都不喜歡的 老實說 是 是吧 是 你樣子壞我都不喜歡 是吧 是 那些人吵我都不喜歡 是吧 那些人吵我都不喜歡 但是我不可以 我不是因為這樣 就是要求他們按我的標準去做的 那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譬如看到一些說 你覺得刺激 但是沒有真正影響到你的 那我就只能夠選擇不理 或者不看 是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要令你生氣的東西 我想不是這些 是 很多 是吧 是 那就是講到這個Linlan Wall 那台長 我記得應該 我們是不是兩年前 有做過一集 Yellow Yellow 那就是 John Linnan 當然是 Beatles 其中一位成員 之後就獨立發展 那台長想問一下 就是何謂這個Linlan Wall 雖然現在可能很多媒體都有 大概說一下 那台長 你可不可以複述一次 是什麼呢 那 John Linnan 就是1980年 在紐約被槍殺的 在捷克的布拉格 就是以前 就是兩個 兩個 就是捷克和斯洛芬克 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有人 因為這件事 就在某個地方 的場上 就做了一些紀念的行為 那個行為 就包括了John Linnan 和Beatles的歌詞 是 是 這個就80年 距離這個 Beatles解散都頗久了 那 但是 那時候 他們在東歐 他們仍然都熱中聽Beatles 那 這個行為本身 就 在東歐的共產政權來說 他們不是太 喜歡 那 你就會覺得奇怪 其實Beatles的歌 他們都不是太 即是 不是真正認真政治性 其實好像都沒有什麼 有些 有些 有幾個歌是 那個原因是 他們反戰 甚至有一首歌就是 《Revolution》 是很視乎你怎麼詮釋那件事 但是在共產主義 他們就不喜歡西方的流行 可以回到大街上 他們不喜歡那個流行音樂 即西方人 他們覺得 就等於以前在中國說的 叫做資產加急自由化 或者精人腐蝕 那樣 他們做了這件事之後 就 那個地方就清場 清了個場 但是他們清一清 他們又寫 清一清又寫 整整一下就罵政府 政府就裝了一些CTV 蛤 這麼過分 是啊 除了這件事之外 原來在當時 他們去演奏那些 即是他們去彈《Beatles》那些歌 或者西方那些流行音樂 他們會坐牢 OK 在那些地方 即是當時 這個捷克斯洛伐克 還在這個蘇聯通知時 他差不多一群 譬如說的東歐集團 有寶加利亞 波蘭 羅馬尼亞 阿爾巴尼亞 捷克 洪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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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德 整個大堆都是這樣 但是Landon War 就在那裏搞起 但是到了89年之後 因為那個政權已經倒台 那這個War本身 就沒有什麼意思 只不過是一些人 做一些創作 即是在加拿大Beatles 那些影像 即是那些圖像 但是在2014年的時候 就在香港 他們在金鐘那邊 就搞了Landon War 是 那時候就貼紙 貼紙 那就不同在捷克那個 那就是畫上去的 我個人本來我都覺得 即是說真的 Landon War 都是有少少少 左膠 但是我覺得自從 大哥 那些 那些暴力 那些暴力者 又撕又撕又 我覺得Landon War的意義不同了 所以這個也點出一個問題 就是 何謂左膠 何謂勇武 他不是說 那個事情的本質 是一個關係來的 譬如你做到那樣東西 原本是很和平 理性非暴力 但是他朝夜都要暴力回來 你怎樣去反應 這個本身才是重要 那你就 你是不是做到的 所以他去到那裏 那個連龍牆 已經變成了一些暴力的事件 主要是被攻擊 但是還擊也有 所以他去到現在 就 如果我今天 我就算在藍田 我經過 都見到很多人都還在弄著那個 但是有沒有那些人在那裏 或者貼紙 有的 有貼紙 有做其他事情 這個過程 如果你不是太著意 他只不過會繼續 他對他大局的影響 不是太大的 在現在來說 講回John Lennon 其實就 在 兩年半前 他在Lego Ideas那邊 出了這件產品 我們兩年多前都做過這個節目 Yellow Submarine 有當時四位Beatles的成員 我記得這套套 是有位網友 有一個送給我的 是 要不要在此多謝我的網友 多謝當然 那次已經多謝了 現在再次多謝 但是我想問 做什麼不拆來玩 大哥 你見我 不是啊 我拆來玩 有些人會覺得不高興 就是覺得我花了些時間 做一些 不是他們喜歡做的事情 他喜歡我看書 喜歡我寫文 喜歡我做節目 神經之事 但是我想問 其實John Lennon 他都算是一個左翼 是 在那個時候更加是 即是 你的意思是想問 為何他是這樣 還有 這個很簡單 在60年代 這種思維 已經是一個潮流 如果對照現在 實際上 譬如說你在那班 年輕的朋友 講了十多歲 或者二十歲 他們反對這個政策 已經是一種潮流 潮流的意思是 首先他日常生活 他會關注這個問題 但是一般來說 不是的 例如一個十多歲 或者二十歲 他第一件事 想著拍拖 你真的問我 說真的想打機看電影 是呀 做那些事情 做那些事情 第二個優點是讀書 我不是 政治 其實一般來說 社會如果年輕人 都關注政治 社會是不正常的 但是在六十年代 或者早一點 即是說在五十年代末期 他們已經開始有一個感覺 就是那個社會發展得很好 但是很多事情 還是很不公平 譬如種族 男女 或者很多事情 但是去到那個trigger point 就是打越戰 即是美國界一別男 那個核心問題 就是很多年輕人 他們會擔心被精兵 跟現在是不同的 美國當年就是精兵制 精兵制 就是舉個例子 譬如這個年紀 你就一定要復兵役 是強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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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人都是 但是那個比率很高 所以很多年輕人 他們完全不理解 為何要打這場仗 但他們就無緣無故被捉上去打 或者擔心被捉上去打 所以當時那個反戰活動很澎湃 這個trigger 就是整件事 就是整個質疑資本主義 或者西方那種價值觀 當時第一個能夠靠這件事成名 就是Bob Dylan 因為他創了《Bone in the Wind》 還有其他歌 但這首歌真的實在太紅 而且實在太好 簡單來說 它trigger了一個潮流 這個潮流就是對社會比較關心 以及去看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在這個背景之下 譬如你做樂隊 理論上你可以靠一些好聽的歌 你已經可以成為很受歡迎 但當時他們見到Bob Dylan 這個模特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嘗試去寫一些 跟那個時事有關的東西 但寫法就不像Bob Dylan 會比較間接一點 還有Bob Dylan之後 應該是拿了這個諾貝爾 很遲很遲 我記得是這兩年才拿 但因為你年輕 你理解不到當時Bob Dylan 是怎樣紅化的 這首歌 Bob Dylan 他二十多歲 當時 製作一首歌 全世界 全部年青人西方 懂英文的人都唱 所以這個是互為影響 因為他貧起的時間 和Bittles 大家差不多時間 差不多時間 大家開始很紅 互相有影響 變成受到他的影響 比如Bittles 有些歌曲 他們慢慢的社會意識 比較強一點 到後來Bittles 發展到 他們因為那個月戰的問題 他們拒絕了一些勳章 但理論上沒有關係 他們是英國人 英國沒有參戰 但在英國受到這個氣氛 很多年青人都變成反戰 因為反戰而導致他們變成左翼 因為反戰 現在沒有這個過程 例如打波斯灣時 他們有些人反戰 但當時已經不是正兵制 而是沒有兵制 反戰的人就少很多 因為大家都沒有關係 第二件事 就是反戰 導致不到 去質疑社會制度的思潮 OK 頭長想問一下 Bob Daylon和Bittles的歌 當然在香港都一定很紅 但在香港喜歡聽他們的歌 但當時沒有反戰 那個trigger point 就未必是反戰 可能純粹是覺得 音樂寫得很好 很好聽 最重要是melody 我自己第一個聽 聽哪一首歌 就是我們當時的英文不太好 但一聽就 傳統很容易記下 但Boo In The Win 就不同了 我記得我們當時讀小學 CNN已經教了 即你們聽的時候 那個感受 可能純粹是melody 好聽 多於跟社會 但Bob Daylon的歌 就不同 你聽的歌詞 你已經感受到的是什麼 因為他寫得比較簡單 他的句子的結構 寫得比較簡單 而且裡面沒有什麼心智 但Bittles 我們聽的原因 首先不是因為歌詞 而且歌詞本身 都是流流的 最早期的 OK 我們這樣說 小心一點 不用 大家都認同 但他們慢慢發展 即慢慢他們 都會接觸到 一些比較成熟的看法 對社會 對愛情 對人生 但好像台長問你 你會喜歡聽 Bob Daylon的歌 還是Bittles 我不可以說 我喜歡Bob Daylon的歌 我不是喜歡他的聲音 但他已經不是說 你喜不喜歡 問題 你要當作一種 一個時代的象徵 文化的 我和你不同 因為 譬如我們六十年代 那種西方的思潮影響 就很深 我們始終要找一個根 譬如他們當時做了什麼 怎樣影響後來 怎樣影響我們 那Beatles的歌 我近年就覺得是過餘了 過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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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也有反建制 半裂精神 所以撞到他出來 那些時候有些錯 因為他們最紅的時間 就是六十年代的末期 六十年代末期 他們七十年代解散了 我忘了 七一七二 他解散之後 他們沒有那麼紅 他解散之後 每一個人單拖出來 譬如John Allen 單拖 Paul McCartney 單拖 George Jefferson 單拖 但剛才我們說的 要記住 他們間中寫了一些很政治性的歌 譬如 Paul McCartney 寫了 就是 Give Back Iron to the Irishman 這首歌是BBC禁止了 是禁止了 所以他們有 這些是很尖銳的 這首歌 譬如說 在英國 他如果寫這首歌 那個相比 即是等於現在我們說 反送中 即是他類似作了一首歌 即是說反送中 政府的電台是禁止了這首歌 其實當時 這隊樂隊 甚至他們個人的成員 都很有 很有性格 你不要小看他們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他們在美國演唱時 他們說了一些反中族的事情 這樣就被人吵了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當時他們去 我不記得去哪一個地方 應該是南部 去南部一個城市 南部 你自己是美國南部 即是一個真的 他們最紅的時候 他們去美國的時候 當時就是他們 還有segregation 譬如說 你去看那個演唱 是分開白人 一部分 和黑人一部分 不是那套Green Book 是嗎 那套綠寶旅 那套綠寶旅 是的 他們不是整班吵 他們說他在英國沒有這些 他們都反對 但是他就造成了 因為在美國 這個是一個建制 在美國就吵得很厲害 他們自己 譬如作品公司 或者經理都會爭取 因為那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那情況就等於現在香港 譬如說你說了一些東西 譬如說你其他市場 你會不會受影響呢 如果作為那個公司 或者經理 他們都會害怕 題外話 說到Green Frody 就作過一首波希米蟻狂 所以開頭也是 六分幾鐘 老闆說 你是不是玩東西 完全是反潮流 那時候三音機很難播 他讓人播完這首歌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早期的Pod Music 他們就 就了三音機播的時間 就做得很短 但是他們 我記得 看 Green 那套電影 他們就全不理 總之照播 那台 剛才你說的問題 就是去到70年代 實際上 Beatles 那個已經減弱了 到80年代 他死亡 曾經再 有一次比較短的熱潮 但是都帶了大眼 到90年代開始 沒什麼人記得 如果譬如現在的年輕人 有些在美國 或者 甚至可故意英國 有些都不太認識他們 但是我想這一代 就是 I mean 比較 Beatles 之後的 就是The Queen 不是 很多的 那個就 I mean 他是其中一個 是的 但是 因為你不在那個年代 你感受不到 那個時候 Beatles 怎麼紅發 其實 台長你問我 可能會被你笑 我那個年代 就是聽The Cranberries 你問我 你不想像不到 那種紅發 我們都不是那個 generation 我們聽的都是 second hand 不是他們最紅的 都是他們解散 那你問我 當然我現在再聽到 Queen 已經隔了幾層 如果你說到現在的 generation 他又不知道 Queen 那時候怎麼紅發 但是 我本身就是 在歷史上 沒有人像Beatles 那麼紅發 Michael Jackson 差不多了 但Michael Jackson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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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Beatles 有人看到是瘋 發瘋的 哈哈 你看到就是 那些女婿 全部去瘋婆 但是什麼因素 就真的是 幾樣因素 困了出來 我經常覺得 不是他們自己本身的因素 剛剛有這個時代 有些人做這些事情 那些人就 因為這樣發瘋了 如果市場也沒有人做這些事情 對 對 但是不是說他們不好 他們是真的好厲害 因為外出本身是很強的 但是說回John Allen 那個左翼 我想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他 他是幾想透過這件事 去證明他自己是 一個 文化的icon 我想其中 他想的一件事 他是想和博之人競爭 即是他那時候 是的 在60年代末期 但這個不是惡性競爭 不是說他妒忌 而是說他也希望做到 博之人當時的那種 在年輕人的精神領袖 所以他做了幾件事 其中一個 是在後面 就是在加拿大 灰巴克的一間酒店 和他的老婆 就是小羊王子 大家睡在床上 睡了幾天 整百人在房間裡 宣揚愛與和平 大愛和平 還有一個歌 叫做 Give Peace a Chance 但是 台長我想問 你覺得 John Layman自己 是否真的 信這件事 即是信這個 左翼 我想在那時候 有一種潮流 很難說是信還是不信 因為 譬如信有兩個層面 就是 你公開做的事 真信還是假信 你自己私底下做的事 有些人覺得私底下做的事 不是很大礙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他為何要在美國住 其中一個人怕交稅 你知道英國的稅多高嗎 但其實美國也不低 英國的稅 英國的稅 如果他們賺的 如果他們真的交足 是九十幾個百分比 不可能 這麼害怕 所以George Harrison做得到 應該去到某個threshold 才會 那麼 因為你做會計 你可以去查 就是Taxation 英國好像現在沒有那麼狼 但是 這樣說 即是說 他們在美國發展 其實不多 不少 都是因為碎 碎仔的問題 George Harrison做的歌 叫Taxman 這麼害怕 我們可以查到 OK 就是他們覺得很不公平 即是他們 生生苦苦 他們 其實你的Working Hours 根本就是 變相幫政府做事 是啊 而且他們也是 挺辛苦的 因為 Pittles解散時 我最近看一本書 即幾個月前看一本書 原來他們不太有錢 即是他們當時紅 不要緊 但是他們解散時 很多錢 原來發覺原來 因為他們是類似一個表演的錢 就要分給四個 簽約 阿雪到底都是Contra OK 因為他們未紅的時候簽約 後來解散時才知道 真的要賺錢 那時候都賺得很辛苦 他們 還有他們之間大家有 因為那個 經理人的問題 他們自己打官司 很厲害 因為是Paul McCartney 告其餘三個人 這些很多時候 在他們的樂隊中 都出現了問題 即是分紅的問題 這個是你做會計 你就知道 即是發展了這些 這些又是 沒有什麼 這些不用做會計 是common sense 除了錢之外 就是他 譬如他的兒子 Julie Lannan 都投訴過 他說那些人 見到他 見到他 就跟他說的爸爸 其實他說他爸爸 是一個 我記得兩年多前 做這個節目 你都說過 其實他的兒子 覺得他根本就是 勵軍 因為他飛了他媽媽 他飛了他媽媽 然後跟少爺娘子 少爺娘子 對他不是太好 少爺娘子 對他的兒子 這個Julie Lannan 前妻的兒子 不是太好 還有我記得 那時候兩年多前 做這個節目 你說過 其實那個日本老婆 都很麻煩 兩看 如果John Lannan 沒有他 亦都沒有後來那種成熟 但有很多人 要負責他 因為他以Beatles解散 這個就不是 但他是一個麻煩的女人 這個我相信 也是 原本也沒有想過說音樂 但台長就想問 你開頭不是說 其實 The Beatles 他們最初作的音樂 那些歌詞 填得比較簡單 甚至是流流的 但我記得台長 你不是說過 其實填中文歌詞 廣東歌詞 其實是更難的 因為廣東歌詞有九音 很多時候你填 他分得比較幼 寫小 很多時候你唱起來 如果你一歪了 就不是那個意思 有人跟我說 廣東歌填詞的技巧 比英文歌高 高很多 因為其實你看英文歌詞 老老實實 都很黎黎去去 都是 I love you You love me 那些 但是那時候 我記得台長 你問三年多 四年前我去澳洲 大家在這裡聽歌 然後你說 其實不是 廣東歌填起來 上來才是金 尤其是以前 鄭國康 很多個 鄭國光 鄭國光 對不起 很多個都填得很厲害 黃瞻 林鎮強 還有誰 林文聰 每個個都是很厲害 但是說說 Beatles的歌 他們是有進步的 就不要以他初期的作為標準 比如他們最 大家可以聽回 A Day in the Life A Day in the Life 那個歌詞本身 都是相當之好 這次 講講John Lennon 講講歌詞 其實還想說 就是這本書 台長 如果我要翻譯這本書 是不是應該叫做 Lego的二端 其實 講到買這本書 我三年前 在Page Run買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香港 現在在香港買書 就真的沒有什麼好書買 老老實實 你說以前有Page Run那個時代 我覺得就很多這些 怪雞書 就是一些很小眾 那些奇奇怪怪的 那些 其實這本書裡面 有一個章節 就 就真的講 時事與Lego 其實我還沒看多久之前 有位藝術家 借些Lego 其實就是Galego 不說Galego 總之他借Lego 去砌了一個 納粹時期的集中營 其實看來都幾恐怖 不會令人開心 但是我想說 我想 在藝術世界也好 創作世界也好 很多人都會借Lego 去表達一些 他們想說的事情 其實都無雙大雅 但是有些人覺得 是offensive 是的 的確是 尤其是一張手術床 這個免得表演這麼久 是的 還有有時說到 所謂政治這些 那Lego 人仔為何是黃色頭 其實已經 是一個政治 因為我用上黃色 就真的 避開什麼種種 黑法 白法 金法 是的 其實 講到創作自由 和時事 本身都是息息相關的 其實 我記得台獎 你說這個黑豹 本身都好像來自一個 叫做美國黑豹黨 黑豹黨 是的 沒有 今集簡簡單單說 有時 Lego 講講其他事情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你也沒什麼所謂 我那個是很經典 古典的英國自由主義 就是 如果你 只要你 不是做一些事情也好 實質地會影響我的 言論自由 或者 令到我的利益受喘 我覺得大家都盡量爭取空間 就是 你有你講 我有我講 對嗎 你不看 就是 何必 生氣 在用粗口罵我 我覺得 沒什麼位 但怎樣也好 今天本人 就在Facebook 在吵 吵吵 我從來都不會 例章摔過 大話不行 今天真的慶 所以沒有提數 今集就 輕輕鬆鬆 做下台長 講了一集 這個 思思 創作本來是息息相關的一個 topic 今集就簡簡單單來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提供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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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